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这满大街都贴着你的通缉令 你还敢大有大白地跑去胡府啊 那人又不是我杀的 我总得查清楚吧 我 你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 要不是我正好路逛 他们不抓住你才怪呢 怎么着 到时候还想让我去行不大牢救你啊 哎呀 行了 行了 谢谢景宁哥 出手相助 别别别别 你可别叫我景宁哥 该我叫你姑奶奶 说说吧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当然要找到真凶了 要不然以后我怎么在江湖上昏啊 容儿 要我说 咱找个清闲的营生 这江湖不闯也怕 整天肺炎走壁的多危险 我也跟着戴妮兽怕的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那在学府里待着就挺清闲的 那怎么能行 我的意思是 这许牧臣阴险狡诈 他要是发现 你不是我们苏家小姐的身份 他还能容你在府上 到时候万一再查出 你就是刘鱼贼 他能放过你吗 那有什么办法呀 我现在又找不到人帮我 我帮你啊 真的啊 真的 胡府的案子 就包在我苏锦宁身上了 景宁哥 仗义 那是 我本商一出马 顶他十个熊木臣 景宁哥 喂武 荣儿 帮你可以 派我轻点儿疼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回见 哎 我要不要送你啊 紫辰寺的兄弟们 因为今日那一闹 全都碍了吧 古大人和刑部的公羊 那都大发雷霆了 你说都这种时候了 谁还敢帮你脱案卷啊 那照你这么说 我就应该在家 什么都不管 那有什么不好啊 正好抽空陪陪老夫人少夫人 你想想平日 你整天长在紫辰寺似的 只怕再过阵子 少夫人都要不认得你了 你要是不想帮我 回去吧 大人 不是我不帮你啊 你说这案子做好了没工 做坏里有过 别人都避之不及呢 你干嘛偏要自己撞上去 既查明凶手 就是那刘夜贼 让你去抓 还是让别人去抓 又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凶手不是刘夜贼 应该立有其人 大人 你为何如此笃定 因为我之前看过他的捐组 这刘夜贼 只偷东西不杀人 况且他白天已经暴露了行送 若是我 晚上一定不会前回来杀人 没想到 他倒相信我没有杀过人 对了 那边有他的捐组 你拿过来我仔细看看 什么人 夫君 我怕你忙工屋太累了 给你送点点心来 谢谢夫人 放那儿吧 先回去休息 哦 武装 来一块 谢谢少夫人 这是你最爱的薄荷饼 你要不吃一块再忙啊 夫人 我有公事要忙 一会儿再吃 那我给你放这儿了 你忙完了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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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动 熊辰 你我挂在这儿 毕生谁也上不去 不如我们合作 一起上去如何 好 五十道三 就送你上去 一 二 你快拉我上去 回答完我的问题 我就拉你上去 那你都是问 胡大人一家人 是不是你杀的 我是贼 只偷东西不杀人 那你当时为何出现在胡府 我当时是受人所托偷东西了呀 谁指使你去的 我只是收了钱才去的 江湖规矩 从不顾问故主身犯 你还有完没完 最后有问题 你身上的平安锁 哪儿来的 他怎么知道平安锁 不是说实话 平安锁是我从路边买来的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送你一条就是了 难道他不是当年救我的姑娘 你有没有去和太招 在水患中 救过一个小男孩 我没去过 徐大人你完没完 再这样下去 咱俩都得死在这儿 你还没去 少爷 您怎么在厨房 您是饿了吧 要不我给您坐点吃的 不用了 你忙你的 对了 少夫人喜欢吃的糕点 都在哪儿 糕点在您身后的柜子里 要不我帮您去拿吧 忙你的吧 好的 少爷 你怎么会给您的 我帮您在哪儿 我帮您在哪儿 你帮您回顾 你帮您拨打 我帮您拨打 我帮您拨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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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侥幸得活 蓁儿嫁你 本就是一朵鲜花 插在了牛粪上 就这样你还敢去清牢 怎么 不该同你何离吗 蓁儿呢 让她自己出来跟我说 她可不想见你 来人哪 送客 这是我这些时日 研制出来的药水 取名为问心 你只要将它洒入 许慕尘的酒中 再到她酒医上头时 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 一些内心真实的想法 不知道药效技艺作用没 我得先试探试探 不能光喝酒啊 吃菜 吃菜 你尝尝这个 好 怎么样 好吃 好吃 这菜这么咸 还说好吃 看来这药件还是不够 这第二杯呢 究竟你之前 把我一个人留在山上的事 但是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喝了这杯酒 我就原谅你 这叫一杯米安酬 好 一杯米安酬 两杯了 药效也该发挥左右了吧 不能光喝酒啊 吃菜 吃菜 你尝尝这个 好 你尝尝这个 你尝尝这个 我尝尝这个 你尝尝这个 这会怎么样 有点 不错 挺好的 明明那么难 还正在说下话 好吧 我来不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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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